它是今天刚做出来的吗 有点干涂好 那什么时候再考虑一下 步行街 一眼看不到头 都卖些什么 价位到底是什么样的 东北现在的经济又如何呢 Let's go 没有想到他们这么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铁盆 一年是 只给你个空间 这个真的是让我太震惊了 不知道台湾的台湾租金 大概多少钱 两几个朋友可以留言哦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yeah hello 朋友们又见面了 我是优妈 现在中国的辽宁省大连市 为什么总要在大陆城市前 加中国矮子 是出于什么心理 你能确定全球人都熟知中国的城市吗 我们刚刚在这附近发现了一个步行街 一眼看不到头 都卖些什么 价位到底是什么样的 东北现在的经济又如何呢 Let's go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 还有点晒呢 首先就看到了一个烤生蚝的摊 哇 很好吃的样子 听货的 炸物 大鱿鱼 给我们来一份呗 9块钱吗 9块钱 9块钱 就是把朝鲜的冷面压成一个饼 然后放上鸡蛋 再放根肠去烤它 油怎么煎出水的感觉 因为油放的很多吧 这是什么呀 煎放的水 水把饼软了之后才放油煎 哦 这个是醋吗 一块儿饱了啊 哎 好 谢谢 还有 又酸 又甜 又辣 这家不错 还不错啊 真的 我吃的最好吃的 跟着人流走就没错 我想学这个手艺 开去谈谈 一定会有人喜欢 麻辣甲鱼还真有人买 我吃什么鱼 问问幽霸吃不吃 给幽霸补补身体 你吃麻辣甲鱼补身体吗 我补吗 我需要补吗 需要吧 想要啥口味的炒酸奶 现在就只有火龙果 芒果 是鲜水果的 还是用纯蒸 它真的是用酸奶做的呀 肯定 对 接下来呢 它这个是不是就是 泰国炒冰淇淋的改良版 对 这个炒酸奶还是要炒的蛮久呢 对 它时间很正常 这还招聘员工呢 性格开朗优先 老板 在你们家要是工作的话 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呀 12到14小时左右吧 12到14啊 它是时薪吗 还是月薪呢 它现在都是纵月薪 一个月这样的话多少钱呀 1000多 5000多呢 哎呦 它前面有吃过吗 没吃过 从来没吃过 嗯 在视频里看过 在视频里看过 太可怜了 哈哈哈哈 40米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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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已经付好了 太可爱了 我们躲到商场里面来吃 就是酸奶本身 然后它就冻起来了 这个芒果没有什么芒果香 但是有点芒果酸 其实这个酸奶它是比较甜的酸奶 但是加了这个芒果之后 这个酸奶就变得比较酸了 现在变成一片一片的了 给你尝尝 那刚刚问炒酸奶的老板 他雇佣员工一个月的薪资 他说5,000 说的最高应该就是 时长也比较高 对 一小时11块9 那就不符合规定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算法错了 最少工作的时长搭配最高薪资 反正怎么算都没有到15块钱 所以还是按时薪好像还比较划算一点 你觉得这边的炒酸奶好吃 还是泰国的炒冰淇淋好吃 这边的 这边的 泰国那个炒冰淇淋太甜了 它这个步行街是真大呀 它其实往外对的蛮多的 你看到了吗 出对的意思就是我不想干了 我把这个柜台卖掉 但是我的合约还没到 我卖掉我转让给你 蛮多对出去的 如果挣钱谁会对呢 两元店 这应该都是一屋进来的东西吧 魔方 你收款 二元 我两块钱买了个玩具 给大家看看 什么捏捏乐 虽然很长 但前面关门的很多 然后偶尔有个什么 卖内衣内裤的呀 还有就是手机贴个膜 就没有啥吃的了 还有很多店家已经关门了 干不下去了 放弃了 认赔了 大连这个城市吧 在之前呢 是蛮能赚钱的 因为很多外国人嘛 几十万 所以你 只要是有点头脑 你还是能够赚一些钱 日子过得还是不错 但这两年呢 就是外国人都走了 厂子也都撤退了 经济啊 房产双重打击 很多人也面临着说 带业呀 或者说生意没有以前 那么好做了 这脆皮五十花肉怎么卖呀 二十个小点 它是今天刚做出来的吗 有家刚做好 那麦龟快烤了 哦哦哦 哎 真的哎 可以 哎呀 这个直接吃假鱼 老板阿姨说了 这个和乌龟是亲戚 亲戚 他是表姐 他是表弟 表姐表弟 妈妈你看他这生菜 哦 好嫩哦 这个生菜 哇 他切的那个脆劲 应该是很好吃 二十哈 再买个烤猪蹄吧 东北的烤猪蹄还是挺好吃的 这个烤猪蹄怎么卖呀 二十八一整只两个卖猪蹄的 二十八一整只 二十八一整只 二十八 哎呦 哎呦 你烤清华 他烤北大 我烤猪蹄 对 我以为房租三万 三十万 估计上海更贵 估计上海 我朋友在上海说 我朋友上海是三十七万 三十七万 上海三十七啊 上海三十七万 我这是十三米 他那个是十二米 那也差不多 我只是比他多了一米 那是他在什么位置啊 他那位置也很好 他说我老师跟他不连 我老师应该要上上海的考察 嗯 上海考察 我们也在那里做过 上海有哪个人 上海 上海 这有几个楼的 那十六七十四八 你都不得 相对 你相对 你相对想法五块的 四块往下来 五百 好啊 谢谢阿姐 哎 拜拜 没有想到他们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铁盆 一年是三十万 三十万只给你个空间 他还有另外五万就是什么设备呀 消耗啊 这个真的是让我太震惊了 不知道台湾的台湾中间大概多少钱 了解的朋友可以留言哦 这是一家新的奶茶店 叫茉莉奶白 我们做到了一家奶茶店 这个太意外了 朋友们 而且它脆皮烧肉呢 是放了那个烧烤料的 很东北风格 还放了洋葱 还不止皮硬 最好吃的 脆皮烧肉的洋葱很好吃 这很好吃 这很好吃 又爸自从回到东北 每天就是吃洋葱 吃大蒜 吃大葱 就一个劲的吃 然后好好吃好好吃 太干了 他应该也没有吃过真正的脆皮烧肉 看这个颜色真的是太余了 你就可以先用厨房用起在上面擦一下 超省力的 好 这款呢市场价是4990 但是现在加轻了 烤肉气来了 而且冬天台湾真的是太冷了 最适合烤肉了 我们悠悠家族的团购 限时团购价格是2180 亚玛大的陶瓷不粘烤盘针 是内外兼修 而且清洁起来超级省力的 相关购买链接呢 在本影片的置点留言和简介当中 都可以找到哦 给大家介绍一款特别好用的 多用IH 就是这个 日本内特特IH料理电瓷 算了 可以随心调温度 聊聊人生吃吃牛肉 徽建这个套餐啊 它会另付一个陶锅 这个锅我们一家三口煮个火锅 足够用了 秋冬郁寒三件套啊 市场价9280 现在悠悠家族中秋节限时团购 5680 快点行动吧 所以东北呢 我觉得事情要从两面分析 你要说 夸东北物价很便宜的人 他一定是喜欢吃农作物 喜欢吃黑土地长出来的 但如果说是 你喜欢吃外食 你喜欢吃新鲜的东西 或者说你追求品牌 连锁店 那在东北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它会比上海北京更贵 它基本上都是原价 打的促销活动和竞争力都没有那么强 我觉得你应该尝一尝刚才这位 那是多个 那是年猪的吧 嗯 这个要成本啊 这个东西要成本啊 哦对对对 猪蹄要成本 对对对 哪怕他们卖那么多 这是味道不错 味道不错 嗯 又把这边喝一杯鸭屎香柠檬茶 嗯 哎 蛮浓的 我们第一个买的是烤冷面 花了9块钱 然后我们又买了一个炒酸奶 花了16块钱 然后我们又买了一个 嗯 鹊皮烧肉20 又买了一个烤猪蹄28 然后又买了一杯喝的21 95 95块钱人民币 哇 如果我们拿这些钱去台南夜市吃 应该吃的更丰富 东西更好吃 但是 这边的薪资吧 工薪阶级来说 刚刚老板说了嘛 老板说三四千 咱们拿高了说 老板可能说低了 咱们说一个月四千 物价我真的觉得 你除非说 我还是那句话 你除非说你这辈子 我就是天天去找事 我去买黄瓜 我去买辣椒 我买白菜 我买土豆 对吧 然后我吃馒头 吃面 我自己也煮饭 你这样度日我不外食 那是真的会节省很多钱 嗯 你的生活费会很便宜 人这辈子吧 一种叫活着 一种叫生活着 看你咋活法 如果按照在台湾 天天这么过活的话 照搬回我的家乡 吃这些东西 玩这些东西 质量相等 估计花的钱呢 得将近台湾的两倍吧 那也是实测了现在这个阶段 大连的经济状况 和老板们聊了聊 他们的心思 他们的支出 包括他们现在对这个环境的感受 好吧 那就请期待我们下期间吧 拜拜 记得订阅哟 救命 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 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影呢